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款超短发 首先呢,分区是前后分区 第一片头发呢,我们是提升90度 把它收圆 第二区的一个头发呢,是带到第一片的一个位置 一指位的一个提升 剪的时候呢,我们根据它的一个引导线 因为拍摄的时候这个光线没有调好啊 所以颜色不是太正 大家呢,将就着看一下 但是我们的流程呢,还是非常清晰的 剩下的头发呢,我们同样都是一指位的一个 提升 剪裁的时候呢,短发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紧密度 这样呢,它才会显得精致一些 剪短发呢,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 很多发影师呢,剪出来呢 会很容易显得成熟或者老气 今天来看看我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OK,左边呢,我们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前区 前区呢,我第一片提升的是水平地面提升 第二片,以及上面所有的头发呢 我都会把它集中到第一片修剪 做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层次啊 边缘头发呢,不要留得太长 我们这个头发呢,是把它剪出完全露出耳朵的 剪切切呢,先会剪一个方形的一个结构 另外一侧,与左侧修剪相同 所以呢,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两片就可以了啊 这是后续完成后 我们把颈侧点多余的角呢,把它给收掉 刘海呢,我选择的是剪到眉毛以上 这样呢,可以突出发型的一个时尚度 当然呢,模特的脸型呢,也有这个条件 可以剪得超短刘海 再和侧面呢,做一个过度连接 我们再把边缘线把它修剪干净一些 这样这个头发的时发结构呢,我们就已经剪好了 吹干之后呢,把刘海呢,用一些点茧呢,揉合一下 让这个刘海看起来既齐,它又有点碎 这样呢,会更加自然一些 头顶呢,适当的给一些点茧 让头发变得蓬松一些 稍微擦些事发品打理一下 我们来看看最后完成后的效果